遠景近到超商 眼前這名黑衣男就是目標 轉頭看了背後的警察一眼 還不慌不忙的要大家等他吃完 就算全身被搜身 但這煙還是要抽 外加還想打一通電話 態度如此淡定 因為知道自己的通緝身份 內心遭有準備 正信嫌犯之所以會被通緝 就是因為過去 他和雇主之間有勞資糾紛 去年8月底的時候 他竟然跑到這裡來找老闆 甚至在過程中還拿出安全帽攻擊 39歲的正信嫌犯 當初被提告傷害 判刑三個月得一顆罰金9萬 只是遲遲沒繳錢遭到通緝 警方就在他經常出沒的地點 加強巡邏 發現他大夜時間 很常出現在北市文山區的一間超商 還和店員說好只要嫌犯一來就幫忙報警 這回果真逮到人 遭到逮捕歸案移送到北檢 但是要叫完罰金還是得進老里屯 還得看檢察官如何決定 不過因為勞資糾紛 沒尋正常管道 鬧上法院 權益沒顧到 還替自己找麻煩 TBS新聞楊俊茂欣 台北市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